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去拜访一所学校 听说跟三还有八有关系 我知道了 该不会跟我以前念舞蹈班一样 要三比八才可以入学 是这样子吗 到底三跟八是什么意思呢 跟着我一起去看看 哈哈里到里 横山国小位于新竹县 横山乡 是一所和中华民国同年龄的百年小学 横山地区有山 有水 环境清静 民风菩石 学校经常举办认识社区的探查活动 也经常受邀参加地方各项成果展的表演 横山车站到了 哇 谢谢 这个车站好小 好可爱喔 听说呢 今天同学们会在车站附近举办活动喔 我来找看看在哪里 早安 同学们 早安 你们在做什么啊 当午节快当了 我们要告诉大家 横山国小要义卖粽子 嗯 我看出来了 你们现在画的这边是一个火车筒 对啊 这个火车筒是模仿CK124真轻火车 我看出来了 这一列火车呢 全部都是用砖块做成的对不对 对啊 因为 这些是我们横山地区有一间砖场所生产出来的砖块 而且 这是由我们横山的大人Hat社区民众一起动手做出来的 哦 原来是这样 我发现你们每个人都好厉害 都好清楚哦 因为专一火车艺术成果发表会时 我们Stargirl有来到这里表演超车上 哦 Stargirl 所以你们全部都是Stargirl吗 对耶 哦 但我好像有看到一个男生她也是Stargirl吗 是Stargirl 哦 Starboy 哦 Stargirl 那你们知道啊 砖块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 做出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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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起来你们都很厉害 那你们想不想要看看砖块生产的过程 我也很想 那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好 好 换我洗哦 我想了 对 他们好像比较喜欢用水出来 没有那么爱洗手 对 好了嘛 好 不要浪费水 我们节约能源 小客进测试 红砖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建材 过去恒山乡所生产的红砖曾经功不应求 那么红砖究竟是怎么制成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好多砖啊 好 翻演你们 刘叔叔好 刘叔叔好 好 大家好 为什么烧出来不是黑色是辣 不是白色的却是红色 烧出来 因为它原料的关系 也就是什么东西你去加热以后 经过那种温度自然烧出来的 没有加任何的原料 请问你们 这个烧砖的时候温度大约要多少 一千 一千 还有呢 还有哪位小 有差一千二 九百至一千度 是九百至一千度 九百至一千度 九百至一千度 一千度 对 我们的原料是在上面 有没有 那个泥土 在那里有味道 对 灰灰的 对 灰色的 颜色是灰色的 现在它开始已经切了 一块一块 好 切了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 有没有看到 所以是先切才发 先切好 切好 然后它用自动夹 夹到这里一层一层的发 我还会再夹过来 对 好 你们看 自动的夹一层一层的发 所以这是刚切出来的 刚做出来的 对 难过坏张了 但是它有点软软的 对 软软的 它有一个感觉像是 你在插花 下面的那个插花的那种 你们有没有看到 它现在是一阵一板 一阵一板 像叠叠乐一样 真的 为什么要这样排放 老板 这样排放 因为是要 我们的火路 我们的火路 一定是一直下来 不然的话 我们的风 有没有 烧火的风 是从摇火硬拉 对 你才不会反掉 那是烧越久 出来的越好吗 不一定 那就看你的火候 小东西看 他们烧我师傅 我也不确认 一直骑着脚踏车 这样打开来看 打开来看 他一直看啊 一直看喔 他现在每多久要看一次 只要半个钟头 半个钟头就要寻一次 好 那个有阿美 东西有没有拿来 真的 好 给我 这个比较好写 大家轮着写 好 好 现在的刘主导送我们 每个人一人一块 出黑 这个呢 就是出黑啦 好重啊 而且现在呢 我们要用这个小小的棒子尖尖的 在上面写东西或是画画 接下来呢 就要把它送进去烘烤 四天以后就送到我们手上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红砖喔 哦 原来制作砖块的土本来是灰色的 经过高温摇烧才变成红色 真是长了知识呢 不过达林我可没有忘记 今天来到恒山国小 是要来找三跟八的喔 就这样子 到了 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达林姐姐有个问题想问你们 听说你们学校跟三 还有跟八有关系 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一棵张树爷爷啊 就是那一棵很大很大的吗 对 哇 这棵在学校测门口外面的张树爷爷 看起来历经风光 而且好像有还蛮多皱纹的耶 他几岁啦 张树爷爷已经三百多岁了 是新竹县列馆的县树 也是恒山国小的守护树 我听说以前日剧时代 有人想要来看这棵张树 想要去他的张老爷爷 但是砍树的工人突然肚子痛 张树就逃过了一截 大家都说张树显灵了 那后来咧 后来就盖了这间伯公庙 伯公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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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两个就在八卦巷是不是 所以八卦巷是一条巷子的名称吗 不是 那为什么叫八卦巷 因为弯弯曲曲的很像八卦的形状 那这样子我们全部都去八卦巷挑战一下 看我们会不会迷路好不好 好 主任主让我们可以去吗 可以啊 不过在去八卦巷的时候呢 我想同时让大家体验一下 世上者的不便 好 现在我们要分成两对引导者 必须要记得要用问拍引爆 来协助 什么是问拍引爆啊 好 那问就是碰到世上者 我们先问问他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嗯 那拍就是我们用手背呢 轻轻地拍他的手 好 让他知道你在哪里 引就是我们带着他 爆就是要去报告 我们现在目前碰到的路况 好 我们现在的任务 是要去找到村长的家 嗯 我们来比赛 哪一队先找到 出发 好 慢慢走 慢慢走 到了没啊 我觉得我走好久了 我也不知道 你们有在看门牌吗 有 八卦巷是一座位于衡山国小 右侧的客家社区聚落 里面有许多弯弯曲曲的巷道 还有蜘蛛网状的小巷连接 再过去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防御外来者的入侵 因为形状有点像八卦图 在地的人就称这里为八卦巷 谁的肩膀 我的 这边 这边吗 哪边 这边 我的左边是多少 那边有多少 38 38然后17 那我们要去31 那是越来越多还越 18 18 18 奇怪 现在是一个路口 有左没个右边 快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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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高 快到了 快 快到了 像我刚刚戴着眼罩 我就觉得心里非常没有安全感 走路的时候都怕怕的越走越小步 还好你有帮我问牌引爆 对不对 所以我才可以找到村长的家 所以大家记住啦 遇到市长者一定要记得怎么样 问牌引爆 没错 今天的体验成功 耶 好 来 班长 一 三 哇 余老师已经偷天坏了 糖果是小朋友很难拒绝的零食 不过色彩鲜艳 香气引人的糖果 会不会有食品安全上的问题呢 今天这节食安教育课 要教大家认识糖果包装上的标示 每一组同学先排出大家最喜欢的糖果排行榜 都喜欢吗 都喜欢吗 好 OK 好了吗 已经有人 已经出来了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名是那个有玩具的玩具 有玩具的玩具 为什么想要选它当第一名 因为它很好玩 很好玩 看了就想要 第一个是不是有好玩的会吸引你们 对 哎呀 这个一定是 因为你们是小朋友 第二个呢 发现分量要稍微足够一点 你们比较喜欢 对不对 色彩丰富这件事 好像也蛮有吸引力的 如果你能选购糖果 按照刚刚那种选法 我们真的能够吃到健康安全的糖果吗 也许要再考虑看看 老师告诉大家 合格的食品包装背面 都会有内容成本与营养标示 从标示上 我们可以知道 这些食品是否添加了人工色素 还有香料哦 有两大项目来说一次 成分内容 成分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个糖果 闻起来香香的 请问一下 要看看它是天然的香味 还是是化学的香味 天然的 好 所以提醒小朋友 如果你要买糖果 或是吃糖果之前 我们都可以翻到背后 去看看它的营养成分 其实达琳姐姐有一个小小的 就是通常呢 写越多你看不懂的东西 其实它是加化学的东西越多 你看得懂的呢 就是比较天然的咯 交给你一个小屁股 除了教同学 从糖果认识食品标示之外 学校还教大家制作好吃 又好看的彩色汤圆 志工妈妈说 这些汤圆的颜色 都是来自天然的植物 真的有地瓜叶的味道 我中午用打 有地瓜叶的味道 把它打成汁 所以先把它打成汁 对 然后把它再加进去 然后再加进去 接下来就做我们的 另外一个颜色的 另外一个颜色 蓝色的蝶豆花 把它的漂亮颜色 把它变出来 顺取出来 把它变出来 然后这个水大概几度 这个是大概80度 80度 不要100度 就把这个蝶豆花放进去 速度很快 如果是你放多一点 它的颜色出来就更快 就会更浓绿 对 好 面粉倒出来 这个是糯米粉 糯米粉 对 这是糯米粉 好 那这是我们刚刚 用蝶豆花泡出来的 好 碎取出来的 就把它直接加进去 我觉得蛮蓝的啦 很漂亮 所以它还还会再更蓝 粉蓝色很美啊 好 我们要来拖到圆了 怎么看 先把它这样子拖圆之后 拖成长的 长的 然后呢 就像我们家里拖湯圆一样 把它拖一块一块的 对不对 对 孩子们测起湯圆 就像在玩黏土一般的开心 从植物中萃取出来的天然色彩 不仅让食物有了丰富的颜色 也让大家吃得安心又开心 我们超漂亮的五颜六色汤圆 全部都是天然色素喔 来吧 我们来下锅喔 排队 要下去吗 我怎么看那绿色的汤圆 还有长条的 什么心上都有 这个是蝶豆花的口味 蓝色的 蓝色搓得蛮漂亮的喔 五颜六色好美喔 我可以吃那个娃子再大一点 谢谢 五彩兵们的汤圆 我希望赶快吃了 不行 大力姐姐 大家要去包粽子了 我们也要去包粽子 那可是我想吃汤圆 好 等一下我还可以吃 好 快走 包粽子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义卖吉祥物 我知道 这个是鸡 不是 它是老鹰 这是老鹰 好喔 按照老师讲的顺序 我们就来做 然后现场呢 有很多我们的志工妈妈 我们首先给志工妈妈 一个爱的鼓励 预备 来 一年一度的糖果粽义卖 是横山国小的大事情 全校师生集合在中庭 一起包粽子 粽子的内馅 是不含添加物的糖果 粽叶则是同学们 用手工绘制的纸袋 每一个都不一样喔 你的跟我的画的就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就是各般都会画 所以大家都画 所以大家买到的糖果粽 都不见得是一样的 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不对 里面呢有这个 老师刚刚教我们的QC糖 最健康的 好 你帮我拿的 黑糖梅子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自己就是 让客人看到的 祝福 小小的祝福要送给客人 有糖果有祝福 都在我们的糖果粽里面 让大家买得安心 又吃得开心的糖果粽 完成了 好 各位小朋友 我们今天留在这边练习 我们Stargirl的表演节目 是为了我们到台南去做糖果粽义卖 每年的糖果粽义卖 都是由Stargirl担任表演的重任 和一般舞蹈队不同的是 老师并不严格要求他们的动作 必须完美一致 而是让大家享受身体的律动 并且传递出欢乐的气氛 不知道这一次义卖的所得 是要捐助给什么样的团体呢 5 6 7 2 3 4 5 6 7 1 好 接下来我们就配音乐可以吗 老师那你们平常表演的 比较多是流行舞蹈是不是 对 那你们都会有一些像 比如说舞蹈班都要拉筋 劈腿 我们没有做这些专业的训练 那我们是希望小朋友跳得开心 然后可以把这个快乐分享给大家 看前面喔 你要记得眼睛看前面 举高一点 那我们挑的曲子也都很温馨 比如说幸福的脸 快乐天堂 那这群孩子他们也常常去参加 彩阶游行 所以我们挑的曲子也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 右 左 右 我们前奏要先想 你们有学过什么歌 你想到你 你想到你 像我们这一次要捐 捐出艾满基金会 我们就特地练了一首 你是我的演 就跟我们在八卦像里面 体验四丈人的感受是一样的 原来是这样子 原来是这样子 不错 当然你姐姐都可以跟得上甩手 那老师要请你们手 今天手 来快温表耶 这一次 滕山国小的义卖地点 在台南市的安平古堡 安平古堡是台湾最早的要塞建筑 是荷兰人在1624年所建造的 这里也是郑成功赶走荷兰人之后 正是王朝的所在地 好 注意 注意 等一下我们就带大林姐姐到安平古堡 去进行义卖了 大家好 我们是荷山国小 我们今天来义卖糖果粽 赚到的钱要捐给艾满基金会 帮助四丈的朋友 糖果粽里面的糖果 无香料 无色素 无防腐计 糖果粽一个三十元 请大家快来买 今天恒山国小的同学 从新竹来到了台南的安平古堡 要来义卖糖果粽 现在他们要带来快乐天堂的表演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我们想玩 她玩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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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舞 那山上起门了比极蛊 deployer 穿穿了比极荷 那山上起门离到喜ount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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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